大家好我是爷爷 今天回娘家来了来看肉肉了 然后好多朋友最近在问我的那个 沉梦露夜茶苗长得怎么样了 待会儿去给大家看一下 然后今天回来的目的还有一个 那就是拔肉肉 因为这一颗不是炒梅冰吗 然后有一个朋友他要了家里的肉肉 然后他还喜欢这颗炒梅冰 我们这边又没有 所以说准备把这一颗炒梅冰给他拔了 然后带下去 你看吧现在颜值还可以 这会儿先去看一下沉梦露小苗 你看那好像杯子都倒掉了一个 这个因为一直放在屋檐下的 现在还没有怎么浮盆 但是也还好就是没有怎么就是 哎这个叶子还是蛮硬硬的 你看这一颗还是硬硬的 因为我们最近这几天都在那个下雨嘛 然后温度还是比较低的 这几天就暂时先不给他搬出去 你看这些还是蛮硬朗的 你看嘛虽说没有浮盆 但是也没有就是说不好的状态呀 出现特殊的不好的情况 小苗就是正常就要比那种 就是沉珠的啊 要脆弱一点 这颗这颗也好看 等到差不多这周星期六吧 我们这边温度就回升了 回升了然后就全部把它们搬出去 露养 露养一段时间应该会 长得特别的快 再加上淋点雨啊 浇点水之类的 这会儿去看一下肉肉 我觉得整个镜头好光哦 从这里都能把所有的都拍到哎 连房子都能拍见 真的 我刚刚把这个放在屋檐下的法师搬出来了 这里面干得好厉害 你看这边 然后这边 这边淋了雨的肉肉 长得还蛮好的 淋了雨的肉肉感觉 叶子都是那种硬硬的 这一个好像是那个露养石莲 你看冰霉 但是太多了 没地方 没有盆 就随便插在这里面的 长得还挺好 这几盆大盆的肉肉 大盆的肉肉 不管怎么样 哪怕是像你看现在金龙月 叶子都这个样子了 但是远远的看着还是很大起 这个是东美人 这个东美人 其实当时种的时候没有多少头 你看现在 现在这头密密麻麻的 长成一大盆了都 毕桃 毕桃感觉叶子有点像受伤了一样 但毕桃的这小崽崽超多 特别能豹窄的一个品种 上次的那个初恋 初恋被我理了叶子了 然后这个是那个叶叉苗 艾伦 艾伦怎么感觉有的地方在粉了 现在还不是特别的好看 这个金灰 金灰绿了 然后这边 因为这边其实 就喜欢这种有点复古的感觉 这边 哇 这个红粉佳人 你看嘛 我这颗红粉佳人养的时间比较久 你看它这里 这里就很好看 然后这里就上面的果冻一语心 这颗奥普是长年露养在外面的 完全就没泽的那种 你看现在长得还挺好的这个 这个艾伦你看吹盆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的头像 就是我头像上的那一盘 就是这一盘 只是后面有的肉肉 稍微换了一下 然后这个是那个红粉佳人 红粉佳人长了时间久了 是不是血斑就特别的厉害 如果长得不是特别久的话 它血斑就没有那么多 这颗颜色还挺不错的 尤其是这个丘利 这丘利感觉路样 就容易带一点点伤 这颗是最年久的一颗红粉佳人 在家里 你看这杆子 看杆子就知道 这颗笨巴 笨巴我一直想说 等什么时候给它空一下 空一下 然后给它搬叶子的笨巴 有空的时候还要上来 专门搬叶子 把这个笨巴给换个盆 这个盆太大了 让它那个有点营养过剩 所以说一直都没有 太长得很 就是颜色很好 这边这盆是个丘利 淡雪 哇这玉女心漂亮啊 这玉女心一直说 拿点肉肉把这个树桩给补一补 补到现在都没有补 等哪天填填土 然后插一点砍头苗在里面 其实我春天的时候 我是最喜欢种砍头苗的 因为好重呀 就直接插进去就可以 有根的还要放根呀 怎么样的 还要讲究一点 这边是我的指乐大部队 然后还有这盆 超级爆棚的东北人 这些都是山市比较大盆的 马库斯 马库斯 最近颜色不算很好 马库斯是深秋的时候好看 深秋的时候最漂亮了 马库斯上面这几盆 阿伦培现在是不能看的 阿伦培现在丑 阿伦培要下集的时候才好看 好多枯叶子呀 有空的时候还要来 给他们整理一下枯叶 这个手机 我感觉广角镜头还挺好的 可以把我们家拍全 以前我每次站在这个位置 把我们家都拍不全的 我看这个 这个肠东西 虽然涌紧 如果真的遇见你 你不必压抑 我的笑容 无法代替 我看这个肠东西 把这个肠东西搭出来 它不是太要了吗 这个肠东西 我把自己的肠东西搭上 我的笑他无法代替 他没有完全 完全没有那种 长在一起 因为现在的温度 你不必压抑 我的笑他无法代替 你不必压抑 我的笑他无法代替 他无法代替 只爱的